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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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剛才在白骨鎮 看到一個年輕人 推了一個蠻有威嚴 大概六十幾歲 對於我的林陶傑 口氣不是很好 小姐 我剛才有一條歌 我就彈了淡水暮色 彈完的時候我問她說 好聽嗎 她就說 抱歉 我要回去睡了 後來她女兒出來 李宗盛 爸爸從昨天開刀到現場 她都不睡覺 她剛剛說要睡覺 我們每個人如是重擔 所以我們全家非常非常感恩妳 這一部鼓針 這個那一代比較舊 因為我對鼓針很有興趣 第一次到慈願的時候 我是埋頭苦談 可是那天晚上回來 我是放頭大哭 我只會無所怎麼辦 我就面對淨思雨 我幸運 那幾個就是用心做事專業 我現在想說可能就是 所有人要再花機會 好 我轉去隔壁 把所有的破都買回來 我就強迫我自己 每個禮拜練一手 其實我曾經有因為 人都會有過不了的關 我那一刻因為負責 加上米仔細胞 加上公司要專業 加上社會 我也想不貴 所以我那時候 有分了176克的阿民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我快點 瞳孔放大會贏 摸多多塊 我就想說 應該有我還未完成的任務 原來叫我做主座 用音樂 來陪伴大家 用音樂去撫衛所有的心靈 現在跟我有一樣 做無人 你要勇敢往前走 人家說 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要轉 你心轉你的運就轉 你的好更大